台湾著名经济学家、著名旗馆专家曾世强教授把握中国人的特质,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管理的路子。 在西方,美国的菲雷德里克·泰勒被尊称为科学管理之父,而曾世强教授则被誉为中国式管理之父。 多年来,他应邀到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印尼、泰国、香港、中国大陆演讲企业管理,演讲风格深入浅出大智若鱼入目三分。 中国式管理是中国五千年的社会文化精粹,是迈向成功的必修课程。 曾世强教授的人性管理,每晚十一点与您相约山东教育电视台名家论坛。 大家好,欢迎您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山东台的名家论坛节目。 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台湾的曾世强教授,我们继续跟他谈中国式管理的问题。 如果在一个企业当中没有增加人员,但是增加了新的任务, 这个任务又要一定要派下去,让大家来执行,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去处理? 做一个劳总,想要知道你公司营运的状态,其实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。 人员没有增加,但是新的业务不断地产生,你就是营运很正常。 如果人员没有增加,而没有新的业务产生,你就要小心了,因为你是开始营缩了。 如果增加了新的业务,马上又要增加人,你就要小心,你的成本在提高。 我就很容易了解。 一般人很喜欢把经营管理讲得很复杂,其实没有必要。 你看很多老总,他没有读什么书,他照样营运的很好,就他有中国人智慧。 中国人的天生会当老板。 我看一下就知道了,还要问那么多吗? 哦,增加一件事情,就要多一个人。 那我还不如不增加。 增加没有用啊。 因为人是要考虑成本的。 你把一个人请进来,你不但给他薪资,要给他奖金,将来离休的时候还要照顾他。 那很多很多事情,不是一分薪水而已。 你请来一个人,他给你干活还好。 他不给你干活,老给你制造问题。 你看,只要工作复合不够的人, 通通都是麻烦制造者。 因为他没事看啊,然后就串门,然后就聊天,然后跟你搞鬼。 就是因为他工作不够。 所以我们要晚不请人进来,要请人就要给他足够的工作。 那他忙的时候,他就不会动歪脑筋了。 所以当老总的人, 你要常常去看我公司里有没有新增加的业务。 如果没有,你就要问问,为什么没有新增加业务。 那研发单位在干什么? 对不对? 有新的人物,那问问人事部门,有没有加人啊? 加什么样的人? 离职的人,要不要补人? 也不一定。 我不太赞成说用补缺的方法,我不赞成,我不赞成。 也不赞成精简。 你为什么精简呢? 你精简有什么要做? 管是同人事成本去打主意的人,不是个好的经验者。 你没有人可以用你搞什么东西。 对不对? 当你业务增加的时候,你不能说完全不增加人。 也不能说我一定要增加人,那都不对的。 为增加人而增加人,那是人事报复。 为减低成本而不增加人,那是虐待同事。 这都不对。 还是你那句话,该增加的时候,要十量的增加。 不该增加的时候,你就不要去增加。 但是,我都是亲自看的。 一个忠诚的干部,跟大老板开会的时候,他是完全没有抵抗力。 一个人老江越是基层,又有发脾气拍桌子的权利。 越往上走,你越是没有那个权利。 你看一个工人拍拍桌子,第二天他再来上班。 没事,老板不会计较他。 一个人当到部门经理,你拍桌子,第二天就不用来上班了。 所以很多人不要以为说,我位置高啦,四大,其实你要小心。 而且老板一般也不会跟最基层的员工拍桌子,他也是跟中层拍桌子。 不会跟他计较,你看那个经理一跟老板开会。 下次各位去看,你当经理,你跟老板开完会。 你回到你的部门,你看看那些课长对你的看法怎么样。 他们有一个信息,你要抓住,说经理啊,你答应的可快啊,老板叫你这样这样,你统统接受了,回来想害死我们。 因为都是他们在做嘛,你经理做什么嘛。 经理只是搬来搬去而已,那就叫经理了嘛。 那课长是实际要去干的咧,越基层越是要实际去干的咧,增加一样就是一样的辛苦咧,不是高层啦,高层的嘴巴,嗯啊,没有问题啊,就打就做了。 所以当你接受老板的新的工作指派之后,你回去非常为难,越基层又派不出去。 这个时候中国人非常不热心。 老李啊,你帮个忙好不好,现在又有新的业务想麻烦你啊,他说我没办法,别的都可以商量,就这个,我没办法。 因为我已经累不过来,这是一种欢迎。 第一种欢迎,好啊,没有问题啊,不过我现在已经够忙,够辛苦啦,如果你一定要增加我工作啊,我会很尽力,但是做不好,你不要怪我,你完了。 你从欢啊,还有第三种,没有问题,没有问题,你指示我一定照搬,但是呢,我接着工作,我做不好,拿来交换,他跟你交换,他跟你承诺。 没有一个人,没有一个人会热心的去承担新的任务,没有。 你不要计放这个问题。 假定有一个人说,好好好,那你更要提醒,吊胆,他一定不怀好意。 没有这种人。 我们要指派新的工作,要有一套方法,不是硬碰硬,硬来。 硬来,他承受回去,他不认真干嘛,他跟你搞得一样糊涂嘛,你怎么办呢? 那这个经理拿到了这个新的工作,他又必须得指派下去,而且像你说的,也不能让他们不情不愿地接受,还得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。 这怎么做呢?对于一个要增加别人工作量,怎么又让别人心甘情愿地来做? 对,我都做过,我才敢讲。我没有做过,我怎么敢讲。 对不对?我跟上面开会,他叫我就是,我一生办法,我没有抵抗力嘛。 我只要多说几句,上面就翻脸了,又不是你做,罗说什么? 只是搬回去一下,罗说半天,我就很难看嘛。 因为根本不是我做,哪里是我做? 我只是把你的搬回去,他们做我。 那连搬回去都在抱怨,那这人太不识相了嘛。 所以一个人当到中高阶层,你要记住,你是没有什么抵抗力的。 什么抵抗力。 可是你回去,他们硬碰硬跟你顶疮,他怕你。 对不对? 底下人会怕大老板,他不会怕你。 你敢底下人跟干部讲话都很硬,碰到老板都比较软。 这中文相来是这样。 大老板如果下去问说,你们不愿意接受新的业务啊, 哪里有这回事,没有这回事,但是课奖叫我做,我就是不做。 这是标准中国人。 我们很会看情况来表达自己的内心的意愿。 我们不是像西方人值班吧,跟你讲话一样,跟他讲话,跟谁讲话都一样。 我们不是这样的人。 我当经理,我会把课帐找来,记住原则,永远叫你吃一级人去忙,绝对有效。 我说,你看,又增加一个工作。 我呢,推迟也没有用,我接受是害死你们。 他会说,你不要这样讲,你不要这样。 中国很奇怪,他反而劝我不要这样讲。 我说这些事实嘛,他说,不是这样啊,公司总要有新业务才会增长嘛。 你会发现,你跟他讲道理,他抗拒,你不讲道理,他反而很讲道理。 这叫做游情入理。 中国这个游情入理是可以时间的。 中国的哲学跟西方哲学不一样。 西方哲学完全在象牙塔里面。 中国的哲学是活用的。 所以外国人跟我们谈都觉得中国人没有哲学。 他们看中国人的东西根本没有哲学。 因为我们架构很不严谨,非常不严谨,很松散。 但是我们很管用。 可以说中国人有很多的生存智慧。 没有错。 他说,没关系,我说你不要急,不能硬来,你动动脑筋。 到底谁做比较合适,你才让谁做。 他说,我知道,我知道。 我要提醒他,那我当课长,我做法跟他不一样。 我就会看我要给谁做。 如果我锁定了要给朱先生做, 我不会说朱先生来,我请你做,我不会。 我造成他抗拒,我倒霉。 我会把朱先生请来,但是我不会说我交代工作给他,我会。 我会跟他发牢哨。 你记住,中国人发牢哨有时候很管用。 我说,你看看,你看看。 人没有增加,工作不断地产生。 这怎么干嘛,他会很同情我。 他说,科长,不要这样想嘛。 哪一次不是这样,每次都是这样嘛。 我说,老将,我真的受不了。 他说,那没有办法,那你只好受啊。 他说,我会很同情我。 中文是同情作者的人。 你弄得让他同情,他就很容易帮你忙。 然后我把工作拿出来, 我不会那么傻瓜说,这请你帮忙,我不会。 我绝对不会。 我说,现在有个新的业务。 你帮我想想看,我现在脑筋乱得很。 你帮我想想看,给谁做比较好,给谁做比较好。 我保证他看了半天会说,那干脆我做算。 我说,你忙得过来吗?你还要新的业务? 他说,还好啦。 我说,你千万不要太累啊。 他说,不会。 他就拿去做了。 他就上当了。 中国人,我跟你讲,你充分尊重他,他会非常奖励。 那当然我知道你现在要说,那如果他说,给别人做什么来。 可以啊,我希望各位不要强制。 如果强制,那只是伪装,你就是耍全数。 如果我锁定他,纯性要,但是我跟他来这套,我就是touch全数。 中国人玩弄全数的人,最后都倒霉。 我希望各位记住一句话,金以刀者,死以刀,金以枪者,死以强。 金以权谋者,死以权谋。 没有例外,一个人反正那个刀数很高的人,最后都是被刀砍死。 金以游泳者,死以水。 不会游泳的人,不会死在水里面。 他根本不去游泳池。 刷全盟的人,是没有好结果。 如果我锁定他,纯性,我这样就是刷全盟。 我不可以,我是纯性情,要他想这样的水合。 他说,给那个龚小姐做比较好。 我问他,为什么? 你总讲个道理了。 他说,你不知道。 你没有来以前,他就做过这些很类似的工作。 他做得非常好。 所以他有经验,你找他都没做。 我说,真的? 他说,我骗你干什么? 我说,你再仔细想想,是不是这样? 他说,保证你做。 我说,好,好,好。 你不要去跟他讲,我自己找他,免得困难你。 他就回去了。 那我接着就说,你跟他说,你跟他说。 我就把他跟他说,我不会再来一套,说,你帮我看。 那周围他到什么地方吗? 我会把所有东西都藏起来,统统藏起来,不让他看到。 中国人是很精明的人。 他一看桌上有什么东西,他马上知道,我为什么找他。 我不要这样,我不要再来。 我说,你真是了不起。 他说,我为什么了不起。 我说,你看,我没有来以前。 你做了一件事情,一直到现在,人家都还在赞美你。 那个年我没有亲自看到,现在都在流传里这样多的。 他说,是啊。 我说,来,拜托,他乖乖的拿去。 中国人是天罗地网,没有一个人跑这吊云。 我们现在都是不动脑筋。 就是公事公办。 这是行不通。 中国人见招才招。 没有桥,我就打桥。 见人说人话,见鬼说鬼话。 有效就好, 但是不可以纯心害人。 我想这几句话大家都很清楚。 你没有一点花样,你什么都行不通。 你纯心搞花样,所有人都不打。 这个工作可能是这样,能够指摆下去。 同时就带来新的问题。 一个是他原来的工作,怎么办? 他增加了新的工作量,要不要同时给他一些激励? 如果增加工作就要增加钱的话, 我不如请新的人。 对不对? 我多一个人用嘛,我干嘛。 所以很多人很喜欢说,给我工作,我要加钱。 其实也不对。 我给了你钱,那别人怎么办? 所有人都增加薪水,那工作完蛋了。 对不对? 钱是没有感情的。 一个就是一个。 对不对? 一定要记住。 那怎么办? 很简单。 我们有几个方法。 一个就是检讨他现在的工作。 能把它简化掉,就简化。 简化是非常重要的。 随时随地要研究现行的工作,把它做一个简单化。 你看以前我们一个章,他盖一下,他盖一下,盖一下。 你看现在我们坐飞机就比以前方便多了。 一边接着一关卡,那里一关卡,好多关卡。 大家不胜提防了。 现在就知道,简化嘛,一扯都就好了。 对不对? 你在化胃、化肌胃的时候,我就检查你的身份。 对不对? 照理说,从此就不必再检查。 但是那是国外行得通,国际线行得通。 因为国际线一进来,你就出不去,外面就怎么来。 所以我就要检查一次,国内线不行了。 国内线人很分杂,有的有机票,有的没机票。 所以我检查两次,合理。 如果再讲了三次,那就是扰民了,那就不对了。 任何事情,要简化。 第二个叫做合并。 你也做,他也做,大家都做干嘛。 三个人工作,合并在一起,一个人做就好了。 第三个方法叫做重组。 把那流程掉一下,这就很通了嘛。 我们有太多的方法,可以减轻工作量,减少工作时间,而不影响效果,甚至提高效果。 我们可以做。 这一部分就叫做工业工程。 它是很科学的。 所以当我要给我的同仁一些新的工作,我会把他们找来,大家研究研究,怎么样减少,流程,怎么简化。 王永庆做工作,做得非常好。 开会的时候,干部老跟王永庆反应,我们忙不过来,要增加人,不增加人怎么行呢。 王永庆说,增加人就增加人了,就什么困难。 公司还围然你,公司还什么的行人。 这样子了,礼拜天,我们找个地方吃饭,研究研究,到底要增加多少人。 哦,大家好兴奋啊,回去都累很多人事计划,要增加多少人。 结果那一天,王永庆当主席,各位,要增加多少人,今天就可以决定,不要拖到以后。 然后三个小时开会下来,每个单位都踩掉一两个。 他厉害,他跟你讲理嘛,你要增加我就增加,他先说要让你增加, 就是说你就根本不需要增加,你可以踩掉人,踩掉一两个,乖乖的。 你看我们装东西装满了,对不对?你动一动一动,他就消瘦了。 你再装满,一动一动一动,他就消瘦了。 有太多的那种事情要做,不可以说空口说白话。 我们现在都在空口说白话,大家认真一点,这种话讲死了也没有,什么叫认真? 你不知道他认真不认真? 尤其是那种研考,那种什么研究发展的部门,他有没有在做事情,完全不知道。 那个富特公司的老板富特有一次,巡视的全公司以后,回来就跟人事部门讲, 把那个抽烟斗在那儿翘着二栏腿腾,跟我开个调,他都没有做事。 那个人事部门说,老总,我们所有新的汽车都是他想出来的。 你看他抽烟斗,他在想新的啦。 我这样子,最重重他。 所以研发单位你永远不知道他有没有在想。 他也许在想马牌,也许在想赌博, 也许在想今天晚上找谁在打麻将,你怎么知道? 你永远不知道。 你无从考核起,对不对? 所以只有用什么? 用商量,用了解,让他自己说,就没事了。 你说他怎么在,前面咱们说这个,一餐饭之后,把家人变成了简人,这是怎么做到的? 就是我讲的方法,简化,合并,重组,还有用新的方法来代替。 那他在吃这个饭之前,肯定自己心里已经打好一个算盘。 他,我就讲,他八十几岁的人,他的分工是多得不得了。 他全盘都知道,没有不知道。 他怎么知道? 哪里风吹才懂? 因为他是,王永远是不知道什么叫塑胶的人,然后他就成了塑胶大王。 世界上就是这么笑话,他对塑胶是什么?是一无所知,然后他变成塑胶大王。 你专门研究了,做工程师。 你很有专业,做工程师。 我什么都不懂,当大老板。 王永远的一套是怎么来的? 他年轻的时候是卖米的,他是卖米的。 但是他卖米跟别人卖的不一样。 他送米去的时候,会把人家米缸里面的米,把它倒出来。 一般人不这样做,一般人就把新米倒下去, 下面这个旧米又烂掉啊。 他没有,他一定把你米缸里面的纯粮,把你倒出来。 然后把你炒上干净,再把新的米放进去。 上面放一张纸张,把你旧的米倒上去。 那你先把旧米吃掉,才吃新米。 所有人都找他。 而且他来得很仔细看,你们家几口,大口几口,小口几口。 你平常几餐吃米饭? 他心里有时候,他回去就记下来。 然后他就知道,我这次送的米,你大概十天会吃完。 所以他第八天就打电话, 米快吃光啦,要不要我送? 那你再送了呀。 他就送去。 他是这样起来的。 同样卖米,人家卖成大老板。 这个人卖米,愿意一辈子还在卖米。 怪谁,怪自己。 就是动脑筋,不动脑筋。 一个人,一定要常常动脑筋。 脑筋不动是会生锈的。 谁的脑筋最贵? 对不对? 你看一个人死了以后,把脑筋一解破。 一般能用到百分之二十。 有的人是全新的。 从来不用了,会全新的。 所以当死的脑筋是全新的,这个人不以物一个。 有啊,很多人死了以后脑筋全新。 全身都完了,脑筋是新的。 碰到这种人,真倒霉。 我们回到这个指派任务这件事情上。 把什么样的任务指派给什么人,在什么样的时候指派给他,这里边有什么样的讲究? 有很大的讲究。 一个叫做量财而用。 老实在,一个人只能挑五十公斤的,你挑五十五公斤,他真的被你捋死了。 把员工捋死了,老板倒霉。 因为你不能当他体格摘弱的时候,就把他干掉,你不会这么没关系。 所以,当你把干部都捋出病来以后啊,你老总就很倒霉了,就非常倒霉。 所以,员工的健康,干部的健康也是我们的职责,也是我们的职责。 所以,为什么有时候要叫他们去松懈一下啊,有时候要带着他们去走一走啊,是有道理的。 不要以为说,员工出去交友就是一种福利什么,不是。 其实是为工资好。 因为人绑得太紧以后啊,他就皮掉了,他很皮。 那他松一松,他又有弹性。 这个弹性是非常重要的。 员工的健康, 干部的心理平衡, 我们通通是在管理的范围里面。 所以当一个老总,真的不是很容易。 你要照顾到公司的利润。 你要照顾到消费者的观感。 你要注意到政府的政策。 政府一个政策一改变,你是血本无归。 你血本无归。 他只要一个都市计划一变动,你的地整个都没有用。 盖了好了,一下子就拆掉。 咱们讲这个指派任务。 对,那里面呢? 但你要什么? 要让每一个人都准备好,能够介绍新的任务。 在你指派新的任务给下属的时候, 会不会有的员工,他对新任务的接受程度不同? 有的人可能就比较容易接受, 有的人就老是抗拒。 会不会在这种情况下, 有没有可能就是那个喜欢, 就是那个比较软弱的人会承担的更多? 基本上是我们在选他,不是他在争取。 我们不鼓励员工争取新的任务,我们不鼓励。 因为他自己不了解。 一个人管是热心是没有用的。 你要有那个单单, 承担这起我才会给你。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主控墙永远在主管, 只是我们会做成让他自己心甘情愿, 就是都这么一招手续而已。 我当主管,我已经讲过了, 主管有没有能力, 就是看你了不了解你的部署, 你会不会合理的指派工作。 这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。 你七派八错,你就完蛋了。 如果有的人比较强硬, 你一来他就给你挡。 有的人比较柔软嘛。 你一来他就给你。 没有关系,你跟我强硬。 将来要出差,我就是不派你去。 我们出差到底是好事情还好事情, 我不知道。 你看大家都说出差很辛苦, 但是都抢了要出差, 这不很矛盾? 这很奇怪。 从来没有人出差, 我来说出差真好啊, 又不要散发,又出去玩, 又有这个什么, 没有人这样讲。 回来说出差真惨, 睡睡不着, 开会很无聊, 因为时间晚, 差点会有那么少。 然后你跟人讲说, 那这样以后你就不要去好了。 不行, 该我去还是要去。 这是责任问题, 我看多了。 你跟我导弹出差, 我第一个不让你出差, 第一个有加班机会不给你, 第三个升线机会帮你压到, 看谁厉害嘛。 老一样当主管还搞不过你的部署, 那你当什么主管? 他为什么会让你三分? 就是他会考虑到这些。 当一个部署跟你太强硬的时候, 你就要考虑到他另有企图, 他是借题发挥, 他不是真的很强硬, 他借题发挥。 他意思是说, 你平常没有看不起我, 现在到警告公团, 你要我帮你吗? 本想。 他只是在表达这个意愿而已。 我觉得中国人很难的, 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, 很难。 我们都说我很直很直, 没有那回事。 如果他不接受你新指派的任务, 有可能是他心里有怨气, 那可能要先化解他的怨气, 然后再来指派这个任务, 比较合理。 在这期节目当中, 曾教授给我们讲了, 怎么样能够, 比较好的, 有效的把新的任务指派下去。 在下期节目当中, 我们请曾教授讲一讲, 如果这个部署在到了时间的时候, 没有完成任务, 这时候又应该怎么办? 好,观众朋友, 感谢您收看我们这一期的名家论坛, 下次节目再见。 内容提要。 我们下期节目。 因此, 我们下期节目。 感谢观看